越来越多华人在学钢琴了 随着休士顿的经济蓬勃发展 日本著名钢琴品牌卡哇伊美国总裁 看好休士顿市场 去年底休士顿设立分公司 由于休士顿华人众多 当然这块大饼是绝对不会拱手让人的 华人农历年快到 美南新闻集团主办的2015年新年演员会 卡哇伊赞助了5000元的电子琴 希望更多朋友能认识卡哇伊钢琴 和和钢琴是日本著名钢琴品牌 创立于1927年 创立者和和是日本钢琴设计的第一人 也是乐器行业最初被授予日本最高勋章 燃寿宝章的人 从此和和作为高品质的钢琴制造商而闻名于世 和和因为严格挑选材料 以及采用大音乐会级别的调音师管理生产 手工制作而列入世界最高品质的钢琴之列 历来超高级钢琴领域是被欧洲的传统品牌所占预 但和和亚洲钢琴是第一挑战这个领域 从此之后世界各地的瞩目 2000年和和刚打入美国市场时 被洛杉矶时报称为钢琴界的Lexus 和和的美国总部设在洛杉矶 2014年12月6号和和修士顿分公司正式开业 2015年一开年和和美国总裁Mr.Maurie 从洛杉矶飞到修士顿视察 他表示对修士顿的市场很有信心 而和和修士顿总经理Evne市则说 鉴于中国家庭较其他族裔更重视儿童音乐素质教育 所以和和修士顿分公司将会积极配合华人社区等活动 并将赞助美南新闻集团主办的2015年 新春园游会一台价值5000元美元的和和电子钢琴 并希望以此契机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和和钢琴 美南新闻集团李卫华董事长 专程来到和和修士顿分公司祝贺 并向Mr.Maurie和Evie女士介绍了美南新春园游会的情况 大家达成了2015年展开多项合作的一项